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非春口人活莫属 要貌静良的春口人活 可说是日本职业足球年赛 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虽然他在1995年才正式出道 当时已经是J年赛成立第三年 不过他一出道 便累积在横冰水手抢走老门将 松永成立的位置 首个赛季便协助球队首次夺得J年赛锦标 他也成为该赛季的新人王 同时他也成为日本奥运队的正选门将 在1996年奥运为日本出战男足项目 即后更成为日本国家队的首选门将 出战1998年世界杯决赛圈 到了2001年春口人活终于获得女欧机会 2001年当时在英冠联赛决足的佛兹茂斯 以破球会记录转换费180万银镑 把春口人活从横冰带到英格兰 首战便写助球队以3比2击败谢菲尔德星级三 成为史上首名在英格兰年赛上场的日本门将 到了一年一月 春口人活也成为首名在主种杯上场的日本球员 他在2001-2002年赛季获得11次年赛上场机会 可是始终没能稳当地获得正选席位 也因此令他无法获得最佳状态 导致他在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只能担任替补门将 到了第二个赛季 普兹茂斯迎进前刘可首年门将西斯洛普 令春口人活几乎没有上场机会 整个赛季只有在一场年赛上场 到了2003年到04年赛季 虽然春口人活随球队身上英超 可是他根本看不到有上场机会 所以在赛季开始不久便选择离开 春口人活在2004年9月转投丹麦超级年赛球队 北西南 在10月首次获得上场机会 可是由于他身材劣势明显 所以后来也没有获得稳定正选上场机会 整个赛季只上场8次 在2004年4月后便没有上场 如是者到了2005年1月 他决定结束旅欧生涯 回流日本加盟 盘田三叶 并于2006年世界杯决赛圈 再次正选上场 4年后的2010年世界杯决赛圈 也进入大军名单 成为后辈穿倒勇士的后援 春口能活 后来转战低级别练赛 到了43岁的时候才退役 退役后便加入国家队 目前是日本队的首门员教练 将经验传授于后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